主料,猪梅肉250克,杏鲍菇1个,黄蜜60克,主料,含盐黄油15克,盐2.5克,生抽30克,老抽10克,白砂糖15克,黄酒15克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到2小时,将猪梅肉切成粗扁条,厚度大约在2到3厘米之间, 然后放入被水中略逐1到2分钟之外数内生,这时将肉尺出放到一个比较深的容器中,将猪梅肉用白砂糖,蜂蜜和黄酒搅匀,并充分搅拌均匀,然后加力腌制,时间约在1到2小时,让猪梅肉充分吸收白砂糖和蜂蜜的糖果,然后将生抽,老抽,盐放入,搅拌均匀,放入冰箱,再腌制一夜, 使味道充分渗透,将腌制厚处的糖流用,杏鲍菇体几些片略超一下,在杏鲍菇片上面抹好黄油,放在上层杯烤盘中,至于上层加热烤箱,按下烘烤键,将温度设定为170度,按下定时间将时间设定29分钟和热热时间约5分钟,和上上下两层烤箱盖,按下启动停止键, 预热完成后,将肉放在烤盘中,至于煮烤箱上层 在烤制的过程中,需要分次到六次将油好的糖汁为了口味更佳,可在后期度温入一些蜂蜜,均匀刷在肉的每个面上注意取出刷酱的时候,不要刷得太厚,并且时间不可过长,以免影响烤制温度 如果相比于图片,转快的厚度不足,可能需要时度减少烤制时间,或者将烤制温度降至160度 不断刷均匀,烤出来是均匀的颜色,烹饪技巧,注意刷蜜汁的时候多刷几次,这样才能均匀多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Q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